男人重生到游戏世界的第一天 竟然废除身上所有的武学 然后疯狂地点击基础内功 只因这是一个能影响现实的宗武游戏世界 玩家可以通过修炼变得异常强大甚至长生不死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只要将基础内功练到满级 就能自动领悟出自身独有的专属心法 再融合其他武学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最强内功 原来男人叫做江大力 上一世他就是游戏的捕灰级玩家 却没想到得到邪王设立后突然失去意识 再次清醒时已经回到了游戏内侧前夕 并且成为一名垃圾的山寨NPC 如果不出意外 他很快会被降临的玩家干活 但又不出意外的又出了意外 重生标配的系统自动到账 虽然这个系统有点不靠谱 每天不是调戏就是找他贴贴 可系统的能力却是真的牛板 江大力不止可以像玩家一样通过修炼增长武学熟练 还能完成各种任务获得修为点和潜能点 可以直接升级内功和武学的等级 很快江大力的实力就达到巨气井 光荣的成为一名小boss 并且以百分之百的结标完成率 成为了山寨人人敬仰的三当家 还被山寨高层弃中 传授了铁布山和满天飞鱼两本三流武学 但今天大当家突然一脸慎重的找到他 原来山寨背后的高层下达了一个棘手的任务 抓捕或者击杀骨木派企图邱雪妹 邱雪妹可是内力进的高手 就连大当家对任务也没有丝毫把握 但江大力却毫不犹豫的将他接下 因为他的脑海中已经收到了任务提示 缉拿或干掉丘雪妹 可以得到修为点和潜能点 可他没有莽撞的行动 反而悄悄潜伏在目标附近 利用自己另一层轻衣楼杀手的身份 收集丘雪妹的情报 因为丘雪妹可是内力进的强者 比他高整整一个大境界 想要抓捕或者斩杀都相当困难 通过楼中的情报目标擅长编法和独工 但是近战功夫却不入流 只要抓住这个弱点干掉他不是难事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隐藏在衣袖中的蜈蚣 此时一座花楼内 丘雪妹正惬意地听着小曲昏昏欲睡 可下一秒歌女的眼中就闪过凶光 并且快速抽出藏在腰间的鼻水 带着满天的杀意朝着丘雪妹刺去 明显也是接了任务的舞者 可惜低估了目标的实力 要知道丘雪妹可是古墓派气筒 杀人不眨眼而且战斗经验丰富 随手就将手上的酒壶砸向对方阻挡攻势 其后快速挥动腰间的长边将歌女砸飞 眼看着歌女即将性命不保 就在此时房顶突然发出一声爆炸 江大力携带着滔天气势闯进战场 并且在接近丘雪妹十米范围时 快速扔出手中暗藏的七把飞刀 丘雪妹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怒 你是什么人 但江大力却并未打话 反而趁着她防御飞刀之时 快速向丘雪妹的身体靠近想要进展 丘雪妹顿时明白了江大力的意义 恐惧的快速后退想要脱离攻击范围 但是江大力又怎么给她机会 快速向她的身后扔出一把飞刀 飞刀经过几次弹射之后 尾翼的出现在丘雪妹后退的必经之路上 这时她在惯性的作用下根本没有闪避的机会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飞刀刺进她的后背 临时前她仍然一脸的不可置信 小李飞刀 江大力顿时笑出声来 如果是小李飞刀你早就死了 我只不过是将漫天花语练到了小城 见到丘雪妹没有了气息 江大力当即上前摸尸寻找战利品 可就在此时丘雪妹突然睁开双眼 并且从口中射出一只毒无弓 本以为可以将江大力毒杀 却发现江大力的脸上满是机房 下一秒一股强大的气浪就将毒物震飞 原来从情报中 江大力早就得知丘雪妹用这种计策因死了不少 又怎会没有防备 恰巧她所修炼的铁布山属于少见的横链工法 区区毒物根本破不了她的防御 所以才将计就计 将丘雪妹彻底干掉后 系统的提示音终于响起 月集击杀内气进江湖客 获得潜能点60修为点30 江大力立马将储存的50修为点用掉 修为点与修为的换算比是10比1 修为进度也由92提升到97 只差30修为点就能晋级到内力井 到时就拥有了初步自保的能力 江大力当即马不停蹄地赶回山寨 可就在此时系统提示前方有敌人 三名壮硕的汉子突然出现拦住江大力 三弟你终于回来了 江大力却当场猛逼 不理解山寨的二当家为何深夜在这 二当家看到了江大力眼中的疑惑 急忙解释是听从大哥的命令 在此地接应 这却把江大力给逗笑了 要不是通过系统看到三人都是危险的红色 可能还真信了他的鬼话 但是江大力并未拆穿 反而装作一脸高兴地向二当家走去 暗中却悄悄运起基础内功 在接近二当家的一刹那 将调动的所有内气悉数向前爆发 二当家没想到江大力会突然出手 顿时受了不轻的内伤 而两名小弟却瞬间傻了眼 怎么跟商量的不一样 原来在埋伏时三人就知道江大力不好对付 所以约定在目标靠近时一起出手 却没想到被江大力抢先 面对已经达到小层境界的漫天花语 这些连聚气静的小喽啰又怎会是对手 瞬间就被送去吃免费的盒饭 但二当家重新站起来后 却随手将飞刀击飞 三弟 别忘了你的暗器手法 还是我教你的 今天我就最后教你一招 飞兮 这话还未说完 一把飞刀就穿透了他的心脏 此前二当家都不敢置信 你怎么会这招 我传你的漫天花语明明已经将这一页撕掉 但江大力并未领会 满脑子都是系统的提示音 恭喜宿主击杀具气静高阶一名 奖励三十修为点三十潜能点 终于可以晋级到内力进 这可是能否成为顶级高手的转折点 因为根据江大力上一世的记忆 所有玩家进入游戏之后 基本都被各大门派招售 根本没人修炼基础内功心法 直到大后期有一名玩家因为资质垃圾 被所有门派嫌弃只能修炼基础内功 最后竟然自动领悟出最适合自己的专属内功 在融合其他门派内功的优点后 此人一跃成为游戏中实力最强的人 而江大力今天也终于将基础内功干满 就在他最后点击的那一刹 耳边突然传来让人愉悦的提示音 恭喜宿主击自创了一门基础内功 一股无比强横的气势瞬间从江大力身上升起 只见他轻轻挥出一拳 不远处的小山丘竟然被瞬间崩碎 回到山寨后 江大力却察觉到整座山寨的气氛怪异 心中瞬间升起一股警惕 他快步走向大当家的府邸 并且向守卫下达命令 通传大当家 就说我有要事禀告 但门口的守卫却并未动半分 只是全身冷汗止不住的 回禀三当家 大当家吩咐有一些私事要处理 任何人不能打扰 要是平常可能江大力就信 因为大当家出了名的摊花好色 有一些私事很正常 但是两人全身的红光江大力又不是眼下 顿时明白里面肯定出事了 当即一拳将二人轰飞 吩咐其他人看好这两名反驳载后 江大力就准备进去查看情况 就在此时黑丝大长腿的极品大嫂突然跑出来 并且一个亮枪栽倒在地 随即楚楚可怜的抽气道 三爷 你终于回来了 二当家的昨日突然将我们抓起来 还将我 你一定要为大嫂做主啊 聘嫂嫂以极其羞辱的姿势请小叔宠幸 但是男人却不为所动 反而出手将他斩杀 只因江大力有个神奇的能力 凡是敌人在他眼中都会变成血红色 嫂嫂却还不知自己已经暴露 梨花带雨地继续勾引江大力 三爷 二爷不止囚禁了老爷 还将我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但是话音刚落 他就从衣袖中掏出一把匕首 并且快速向前刺去 却不知他在江大力眼中早就没有丝毫秘密 所以就算嫂嫂故意穿上了他最喜欢的黑丝 江大力也没有丝毫留情 大尔八子狠狠地呼在他的脸上 交代手下的小弟看管好扫扫后 江大力就急匆匆地前往内院 因为他要确定这次二当家的暗杀 到底跟大当家有没有关系 却没想到在他走后 看着趴在地上的黑丝扫索 山贼们都发出意味深长的笑声 而另一边走进内院的江大力却瞬间傻眼 大当家竟然以极其羞辱的方式 被人吊挂在悬梁之上 这很明显是中了二当家的夺命子 同时也说明大当家跟暗杀无关 江大力急忙给他卫服解药 哪只耳边突然传来系统的任务提示一 任务选择一 趁机干掉大当家熊霸自己上位 任务选择二 就下大当家继续当老三 江大力仅仅思考两分半就做出了选择 他要选择任务三 既要当老大同事不干掉熊霸 毕竟大当家当初待他不薄 而江大力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本以为想要完成任务还要一番口舌 却没想到熊霸竟然直接同意 原来这次抓捕邱玉妹的任务 本就是熊霸对江大力的考验 一旦成功完成任务 他就会向幕后的高层推荐江大力 让其前往更强大的势力发展 只是没有想到二当家早就基于这个名额 不止暗中囚禁了大当家 还带人前去伏击江大力 可惜低估了江大力的实力 最后还搭上了自己的小命 而熊霸虽然答应传位给江大力 但是按照规矩还需要召集所有山寨成员 并且当场宣布 以后江大力就是我们山寨的大当家 却没想到在场除了寥寥树人表示拥护外 大部分人都面露迟疑 因为在山寨中大当家不理事务 现场大部分都已经是二当家的人 江大力却突然在此时开口 二当家吃力爬外 不止暗杀我还囚禁大当家 已经被我当场斩杀 现在我要坐大当家的位子 你们谁赞成谁反对 大部分山贼顿时明白已经变天 纷纷站在江大力一边 但是仍有不少二当家的死忠反抗 不可能 二当家素来仁义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江大力却淡定的挥了挥声 将人带上来 已经被处理过一遍的扫扫和守卫 顿时被带上大殿 三人不敢有半分隐瞒 将二当家这些年所犯的事 交代得干干净净 只求江大力能饶他们一命 但是送上门来的立威机会 江大力又怎会放弃 直接对两名守卫 执行了最残酷的三刀六斗 而扫扫将大力准备交给熊霸自己处理 此时的他已经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跪在熊霸的身前疯狂求饶 老爷救救我 以后你想要怎样都行 但是此话却直接让熊霸破莫 一脚狠狠地踢在黑丝扫扫的身上 你要什么我没给你 你竟然跟老二奶小白脸搞在一起 可是看到自家媳妇可怜兮兮 没有半分威胁的小母样 熊霸最终还是心软的没有下手 再有下次一定饶不了你 却在此时一把飞刀突然射出 直接贯穿了扫扫的额头 因为江大力看到熊霸犹豫后 扫扫身上的红光越发的妖艺 明显心中在谋划种种毒气 熊霸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江大力 他已经知道错了 大当家为何还要他性命 你想想如果是你落在老二手中 会是什么下场 熊霸顿时一阵惊惧 他要落在老二手上可能第一个下手 就是这个女人 经过山寨特有的仪式煞血为盟 江大力成功坐上大当家的位子后 他就匆匆赶回房间 查看刚刚想个不停的系统提示一 原来他成为了山寨的最高首领后 已经被游戏世界认定为新手村的大宝 各项属性飙升 但是面对即将降临的玩家大军 仍然随时有负灭的风险 所以必须尽快地提升山寨的实力 而隔玩家的韭菜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几天后天空上突然降下流星 无数天外来客 突兀地出现在这个世界 而男主却还在呼呼大顺 就在此时耳边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 新任务招兵买马 招收山寨人员越多奖励越丰厚 随后又有几个提示音响起 有玩家申请加入黑风寨 江大力顿时兴奋起来 终于来了吗 他的镰刀可是已经饥渴难难了 当即召唤自己的星父 你们一人带一队人马下山 不管是哄诗片将附近的新面孔都带回来 记住万万不可得罪 等到星父都离开后 江大力就迫不及待地点开刚开放的游戏论坛 准备查看下玩家们的情报 没想到却看到很多上一世的名人 比如这位醉酒青山的大佬 上一世凭借着独孤酒剑风头一时无量 原来是因为直接出生在华山派附近 难怪能得到风青羊的传承 逛了半天的论坛 得知玩家现在的处境 江大力已经想好了该怎样割他们的韭菜 却在此时二当家雄霸突然闯进来 有及时禀告 原来黑风寨最近结过龙门镖局的镖 总镖头都大景咽不下这口气 准备带人来寻仇 要知道都大景此人虽然只有内力景 却是少林的俗家弟子 后台绝对是硬的一批 但是还未被江大力放在眼中 他担心的是上一世龙门镖局被灭 是宗武世界中的一个大事件 直接造成了少林与武当的对应 大批玩家相互攻伐死伤惨重 而事后有人在网上的分析 主使这一切的很可能是汝阳王 根据青一楼传来的信息 恰好黑风寨的后后后台就是汝阳王 这明显是个漩涡 江大力可不想卷进去死的连渣都不剩 但是想要摆脱旗子的命运 那就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可就在此时小弟来报 大当家不好了 那群新面孔全部加入了胡家武馆 还将我们下去招人的兄弟全部绑了 江大力文言没有半分脑梦 反而异常的兴奋 带三十名兄弟 我们一起下山看看 半课中后江大力就带人赶到山下 被绑山贼看到他出现 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 大当家 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但是话还未说完 就被人狠狠的一脚踩住了后背 江大力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本寨主的人都敢动 谁给你的胆子 小编三 大爷我可是现成胡家武馆的馆主 识相的马上投降 可下一秒胡馆主的脸上就闪过一丝恐惧 竟然是内气境的高手 而且还修炼了外公横连铁布山 但是出入江湖的玩家却并不知道江大力的力 还叫嚷着胡馆主干掉那响 胡馆主心中已经骂开了花 我不过聚其后期境界 对战内气境那不是找死 想到这胡馆主就准备悄悄溜掉 但是这么好的装插机会 江大力又怎会放我 快速闪身到胡馆主身前逼着他应接一招 两人本来实力相差一个大境界 再加上江大力还有大爆的属性加层 胡馆主直接被一招打爆 玩家们顿时傻了眼 被他们当成绝世高手的胡馆主居然是个菜籍 随着江大力一声令响 在场的玩家都成了黑风寨的俘虏 细世界中加入反派势力就会被杀到灵击 众多玩家却争相加入臭名昭著的黑风寨 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 而是这个山寨的NPC大当家不正常 他竟然带着山匪将附近的玩家都抓起来 并且威胁玩家加入自己的山寨 凡事不配合的通通都扔进大牢 当然也有硬气的玩家想通过自杀逃跑 可是他们刚刚从城隍庙复活出来 就发现已经被江大力率匪为主 为了不受罪只能乖乖成为阶下球 但玩家们仍然不准备加入黑风寨 因为这不入流的小寨子不止没有钱 以后行走江湖还容易被正当门派追杀 江大力也暂时拿他们没有办法 因为按照系统规定必须玩家自愿加入 可就在此时 江大力突然在论坛上看到一个奇怪的帖子 名叫中原苗人凤的玩家在论坛中求助 兄弟们 我被一群山贼抓了该怎么办 这条帖子瞬间爆火被人顶上头条 他喵得NPC这么智能吗 居然还会蹲泉水 而山寨附近的玩家看到这条帖子 都纷纷叫嚷着要远离此地 黑风寨太恐怖了 江大力顿时坐不住了 这样下去黑风寨的名声可就毁了 以后想要割韭菜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当即急匆匆地赶往山寨大牢 他准备换个方式以得服人 但是大牢内的众多玩家 却是吓得瑟瑟发抖 先前被他们视作依仗的胡管主 正在遭受世上最残酷的刑犯 只因江大力想要以此立威 好劝说这些玩家同意加入黑风寨 却没想到还会有意外窒息 胡管主忍受不了酷刑 将自己的事情交代得明明白白 原来他实际上是龙门标局的人 煽动玩家反抗 只是想试探下山寨的虚实 本来以他的实力 就算遇上熊霸也能轻松逃走 却没想到出现了江大力这个艺术 既然确定是死敌 江大力就没有留守 直接送他领盒饭 而玩家们看到这里已经吓破了他 纷纷主动跪球加入黑风寨 足足12人 直接让江大力完成了招兵任务的第一阶段 恭喜宿主 任务完成奖励修为点 钱能点个100 但是根据论坛上现在的舆论 想要再招人完成第二阶段 根本不可能 所以必须先扭转玩家们 对黑风寨的印象 江大力当即对所有新加入的玩家发布任务 只需熟悉山寨就能得到随机奖励 可接到任务的玩家都半信半疑 因为根据论坛上的攻略 想要完成势力任务都异常困难 短则三五天长则几个月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玩家们将山寨里里外外走了个遍 果然游戏见面谈出完成势力任务 奖励贡献点修为点钱能点 加入山寨的玩家顿时疯了 这是什么神仙势力 有这种好处早说了 我们早就乖乖主动求着加入 哪里还需劳烦山贼大人们将我们抓回来 而论盘上关于黑风寨的帖子再次报复 虽然依旧有小黑子 但却有不少底层玩家对黑风寨表示兴趣 江大力顿时召集所有玩家发布势力任务 只要拉人进入黑风寨就奖励修为点和钱能点 拉得越多奖励越高 玩家们再次疯了 修为点和钱能点可是能直接提升实力的 拉个人而已没有一丝风险 这不是白点 顿时有县市朋友出生在附近 都纷纷前去忽悠 没有的就三五成群的出去直接抢 县城的不少小武馆都遭了残 胡家武馆更是直接被连锅端掉 而一些颇有滋色的女玩家则用出了美人机 小哥哥 要不要跟人家一起加入黑风寨 不过看着系统不停响起的提示音 江大力虽然高兴 但还是觉得进度太慢 因为龙门标局随时可能打上来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变强 所以他召集刚加入的玩家熟悉山寨后 就准备再次发布拉人的任务 利用雪球越滚越大 可一些被胁迫或者被美色迷惑的玩家 进入山寨后却大失所望 因为游戏提示黑风寨属于不入流势力 但花开剑红却看出黑风寨不同寻常 山寨虽小却三步一港五步一少 更有剑塔日夜巡视四方 而且手持朝廷围境的公路 就这个配置起码都是三流势力往上走 而见到江大力后更肯定了他的猜测 居然是罕见的紫色boss 花开剑红顿时心中狂喜 这山寨绝对没表面那么简单 转大了 而就在此时 江大力突然震惊地站起来 并且快步走到花开剑红的身前 他喵的这不是上一世名叫五大高手之一 最巅峰时可以排名前三十的大了 有着小子加入山寨那不是得直接起飞 花开剑红剑将大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心中顿时慌的一批 急忙上前见领 江大力刚准备与他增进增进感情 空中却突然射来几枚飞镖 并且快速穿过江大力的身体 但那只是速度太快产生的虚影 他的本体早就移动到了围墙边上 并且根据飞镖的来向推测 杀手就藏在围墙的另一面 江大力沿着墙角仔细感应 在一处嘎拉突然停下脚步 并且运起自身领悟的独特内功 狠狠地向前轰去 围墙顿时出现一个两米宽的大洞 藏在后面的男人瞬间被震飞 但是男人的实力明显不低 很快通过泄力的方式稳定了身形 并且快速向远处掠去 可江大力又怎么让他轻松逃跑 一拳狠狠地砸向他的后背 却没想到这都是男人的继层 江大力追的不过是一道虚异 男人的本体早就悄悄潜藏到身后 一掌画刀 狠狠地劈向江大力的后背 给老子死 但男人预料的情景却没有出现 江大力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并且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滔天气势 瞬间将男人掀飞 趁着这个机会 江大力快速闪身到男人身前 吊集全身八层的内力狠狠地砸向男人的胸膛 男人顿时像炮弹一样飞射而出 可就在江大力准备再次动手时 黑丝小姐姐却突然从房顶跳下来 并且拦在男人的身前 不准伤害我师兄 看到突然出现的黑丝玩家都双眼一亮 极品啊 这起码可以玩一年 黑丝小姐姐感受到邪恶的目光顿时一慌 我爹可是龙门镖局都大警 你们要是伤害我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此话一出熊霸和江大力都心中一惊 没想到龙门镖局竟然来得这么快 不过这都大警的女儿送上门了 那可得好好利用 感受到江大力不善的目光 师兄却慌了神 此人的实力他可是深有体会 为了师妹的安全急忙服软 江大当家 这次我们认栽了还请留一条生路 但是看着越来越近的江大力 傲娇的黑丝小姐姐却突然双眼一亮 原来你就是山贼头子 只要拿下你这山寨不攻自破 可他却远远低估了江大力的实力 只凭借肉掌就精准握住了长剑 随后更是在黑丝小姐姐惊恐的眼神中 手上微微用力 百练的金当长剑竟然被硬生生折断 但是江大力的攻击还远远没有结束 一拳狠狠的轰向地面 强大的气浪瞬间震碎了小姐姐的衣裳 但江大力并未继续下沙子 就当给玩家们的福利 而此战的过程被人传到论坛后 黑丝寨再次来到风口浪尖 无数加入正道门派的玩家下山 想要加入龙门标局讨伐黑丝寨混奖励 江大力顿时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但就在此时心腹来报 龙门标局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客栈中 人三天娶了九十九个老婆 不管是黑丝玉姐 才是青春玉女都应有尽有 但男人没有丝毫喜悦还异常恐惧 只因他现在的身份是游戏世界中的反派NPC 麾下的黑丝寨虽然有不少小弟 却因为平日领悟恶不足 已经成为正道联盟的眼中钉肉中刺 江大力只能不停地苦修增强实力 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危机 却不知龙门标局已经带人长驱直入 总标头都大井更是走到债门气运丹铁 龙门标局前来拜山 还请将大当家献身一剑 强大的音波弓顿时将债门吹得东倒西歪 明显没将黑风寨放在眼中 而负责守门的玩家心中慌的一批 他喵的竟然是黑色的大宝 比自家债主还强一个等级 两名玩家守卫心中顿时有了退役 已经想着要不要直接临阵叛逃 因为根据最新的论坛反馈 只要在游戏中死一次 现实身体就会虚弱一分 更有专家推测游戏死亡次数超过十次 现实就会恼死亡 可就在他两准被叛逃时 江大力却突然出现在身后 都总标头 想要你女儿的性命就进来谈谈 都大井走进寨门后却心中一惊 悲风寨的山匪竟然有续仿若百战精锐 跟他印象中的散乱完全不同 看来这新上任的大当家不是善茶 而就在都大井观察江大力时 江大力也在通过系统详细查看他的情报 都大井少林俗家弟子 拳脚暗器刀法都有不俗的造语 最恐怖的还是习练了72绝技的大金钢掌 虽然仅仅只有三招 可这是地级绝技 就算江大力也没有把握能够应付 就在此时一名心腹凑到他的耳边 嘀咕了几句 下一秒系统突然发出任务提示 触发一天屠龙之线任务 拖住都大井等待汝阳王使者到来 奖励大量修为点潜能点声望值 没想到竟然还有任务 看来不能与龙门标局火听 江大力当即思考该如何留住都大井 身后的金牛体内却传出一道轻力的声音 爹爹我在这里 快救我 都大井听到女儿的声音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江大力还不快将我女儿放出来 她要有个闪失我避免你黑风寨 江大力文言却双眼一亮 可以用这两俘虏做文章 这小妮子带人上山放案件 伤我不少兄弟 你说放就放 你看喵的算哪根葱 龙门标局的标识见到总标头受罗 当即就准备出手 却被都大井沉下 毕竟唯一的女儿还在对方手中 只能强忍着怒气 不知道江大当家怎样才肯放过小女 放过她也不是不可以 咱们就按江湖上的规矩比一场 你要是赢了 人和标你都可以带走 而且以后见到你龙门标局 我黑风寨退避三双 不过要是你输了 人 你也可以带走 但得劳烦前辈在山寨小猪一晚见个人 此话一出却将都大井给逗笑了 小子 就平民 话音刚落就见树枚飞标从他手中射出 明显是想占据先手 但江大力的满天飞鱼早就炼至炉火纯青之际 不只利用飞刀轻松改变飞镖的方向 还带着鱼镜快速朝着都大井射去 都大井心中一领 这小子不简单 暗器手法竟然还在他之上 躲过飞刀后 都大井就快速移动到江大力身前 我的内力起码是这小子的两倍 只要逼他硬碰硬就能速胜 可结果却让都大井震惊 他的内力在接触江大力的瞬间就被震散 连退数十步才稳住身心 随即一脸不可置信 你这是铁布山 但威力怎么如此强 却不知一天前江大力为了提升战力 利用任务所得到的点数将铁布山的熟练度拉满 硬生生把反击武学拔高到人击武学的威力 此时江大力内外合一的力量 已经不在都大井之下 两人棋逢对手打得有来有回 就连交战的余波都让观战的人不停后退 但江大力毕竟是内外接修 内力消耗速度远低于对方 都大井渐渐感受到压力 他知道这样下去自己必输无疑 竟然悄悄拔出腰间的佩刀进行偷袭 小子就算你横练功夫再强 难道还能挡我的俯虎刀 江大力也不是傻子 急忙一个铁板桥显之又显的躲步攻击 但是都大井却如肤骨之躯 不管江大力如何闪避都死死的粘住他 这顿时把江大力给惹怒了 这老小子竟然不讲武德偷袭 那就怪不得我了 当即拔出身后三米长的大砍刀 使出金环刀 一把飞刀突然闯进战场射向都大井的手腕 逼迫他不得不放弃手上的兵器 但是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趁着都大井愣神的瞬间 江大力跃到半空携带滔天之力斩下 眼看都大井已经是必输之局 却没想到他身上突然散发出狂暴的气势 小子 这是你逼我的 大金刚掌 都大井竟然用双手就接下了江大力的攻击 江大力见识不对急忙往后撤 但全身突然汗毛到了一股死亡的危机起来 原来都大井带着大金刚掌的掌尽 已经快速突破到身前 江大力明白胜负就在此间 不敢留守激发出十二层的实力 拳掌相交 巨大的气浪瞬间袭卷刺坊 江大力被震得连退数十步 嘴角更是缓缓流出一丝鲜血 但他的眼睛却异常的明亮 都总标头 你输了 正准备继续进攻的都大井顿时停住身形 下一秒两斤淤血从他口中吐出 都大井一脸的不敢置信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输 都总标头可知为何你的大金刚掌 只能习练三招 那是因为这门武技虽然是佛门武学 但是力气甚重 必须以相应的佛法化解 你强行修炼身上早有暗伤 这次不过被我提前引爆 都大井顿时想起下山前师父的话语 徒儿 如果不是生死危机 切勿使用大金刚掌 难怪了 但都大井随即又反应过来 江大当家 你竟然知道佛门密文 恐怕不仅仅是山匪那么简单 这不过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如果都总标头感兴趣 我们可以一起谈五轮精 都大井顿时心中激动 我知 两人足足谈了一夜 都大井没想到江大力竟然有化解力气的方法 直呼赚大了 却不知江大力更是心中狂喜 与高手探讨武学竟然能增加潜能点 足足二百六十潜能点 直接将基础内功的熟练度提升到略有小层 内气运转的越发圆润如意 战斗力起码提升了三层 就在此时系统提示突然响起 完成任务应付都大井 奖励地级绝学大金刚掌前三世 江大力顿时明白汝阳王的人道 果然下一秒就由小弟来报 大当家 二当家说上面的使者道 请你马上去议事听 江大力当即带着都大井前往拜见 虽然大个子起码有外气劲的实力 但明显男扮女装的这位才是正主 但是还未等他开口 都大井就大大咧咧的走上前 你们是谁 为何要找我 我们有一件委托需要麻烦贵标局 但这次委托事关重大 我们才借黑风寨联系你 还请误管 看着三人凑在一起谋划 江大力识趣地退出门外守卫 却没想到山寨的玩家突然悄悄前进来 加入反派势力 就会被正道人士追杀到零几 玩家们却疯狂加入臭名昭著的黑风寨 只因在这个宗武游戏世界中 玩家想要学习所在势力的武学 起码需要数月的时间完成势力任务 但是在黑风寨 只要伺候好大当家 就能轻松得到各种武学 就在刚刚汝阳王使者降临黑风寨 玩家们纷纷猜测难道有隐藏任务 但是大当家江大力出名的凶狠残暴 没有人敢上前询问 唯有缺心眼的花开剑红走出来 可是还未等他开口 江大力就眉头一皱 可是 见到游戏提示 NPC好感度降低 花开剑红顿时慌了神急忙表示 天热给大当家扇扇风 完全忘记是来探查有没有任务 江大力上一世也是玩家 当然知道花开剑红的小心思 此人毕竟是他重点培养的人才 当即准备给他一个机会 下一秒花开剑红就收到游戏的任务提示 给大当家用心按摩 有几率获取该NPC的好感度 有游戏经验的玩家都知道 揭取隐藏任务 NPC的好感度可是关键 躲在后面的玩家再也顾不得矜持 都争先恐后的去伺候大当家 但让江大力没想到的是被玩家按摩 竟然能增加修为点 虽然每天的上限只有20点 可长期积累下来也不是小数目 他准备将这个设置成长期任务 就在此时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 江大力明白使者与督大警已经谈完 心中激动 接下来应该是要给自己任务讲 果然阿三突然走上前 从怀中掏出一本精神功的秘籍 江大力顿时心中狂醒 这可是少见的人级高阶横练功法 而且正好与铁布山互补 但他并不满足 像这样薅羊毛的机会可不多 使者可否再传我一套轻功身法 阿三闻眼眼中闪过一丝不喜 小子可不要得寸进尺 却未料花音刚落身后的使者就故意渴躁 去试试他的实力 阿三顿时明白江大力可能入了主人的眼 但需要看看有没有培养价值 他的眼底不由闪过一丝嫉妒 不过是个山贼头子主人竟然如此上心 小子 你要是能接我一招大力金刚爪 就给你一个机会 下一秒场中就出现一只滔天巨者 看着被逼得站立不稳的江大力 阿三的嘴角泛起一抹嘲闹 小子 垃圾就该待在垃圾堆里 却没想到江大力突然爆发出滔天的气势 竟然一拳就将内气形成的巨爪轰碎 阿三的面子顿时挂不住了 竟然背弃承诺再次出手 使出龙爪手中的分金错谱 想要找回场子 可他却发现不管如何加厉 都折不断江大力的手臂 两人足足僵持了三分钟 阿三这才撒手 但此时的他眼底盈盈有着一丝敬佩 江小子 已竟然将铁不扇练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随即从怀中掏出一本身法秘籍 验行功 这可是人籍上品武学 适合长途奔袭刚好能弥补江大力的短板 江都大井与汝阳王使者送走之后 江大力就迫不及待的想要修炼几门新武井 但是转眼他就傻了眼 别说地级的大力金刚掌 就连两本人集上品武学井井部门 就需要大量的潜能点 依他现在的收入不知道要存到猴年满月 但也并非没有办法 他再次将加入山寨的玩家召集起来 当场宣布只要达标的山寨成员 就能在武库使用修为点和潜能点 换取武学秘籍或者装备 加入黑风寨的玩家瞬间疯了 要知道在游戏世界中想要学到武学 不只要与门派NPC的好感度达标 另外还得完成各种各样的势力任务 现在竟然只需花费修为点潜能点 就能免费学习 这种好事又怎能错误 全都把辛苦获得的点数都换成了武学 却不知最大的赢家是江大力 直接一剥匪 一千的潜能点砸下去 大力金刚掌立马晋级到出亏门禁的晋级 但剩下的潜能点已经不足以修炼另外两轮武器 就在这时系统终于良心发现发布了势力任务 有恶虎入侵黑风寨 请速速斩杀 完成后可以得到大量修为点潜能点声望值 江大力当即带着小弟们搜索大猫的踪迹 最没想到这只野生宝斯竟然有内气劲的势力 小弟们根本不是对手死伤惨重 江大力只能亲自出手 在他狂暴的攻势下打得大猫节节败退 但转眼就发现一个惊恐的事情 大猫的恢复能力太过惊人 只要不是受到致命的伤害 短短两秒半就能重新回到满状态 江大力当即使出压箱底的大力金刚掌 想要一击必杀 金刚掌也不愧是地级绝技 仅仅一招竟然消耗了他三层的内力 大猫更是被一掌打中脑袋 并生生被强大的掌进阵死 而经过一天的发酵 黑风寨战胜龙门标局还打死恶狐两大事件 瞬间震动了整座游戏论坛 纷纷猜测黑风寨有如此实力 肯定不是山匪那么简单 后面必然还有强硬的后台 黑风寨顿时成为方圆百里内的明星势力 每天都有数十名玩家抢的加入 但江大力却发现其中混进了脏东西 有三个人的名字竟然显示红明 这明显是其他势力的艰辛 不过江大力却并未将他们揪出来 毕竟韭菜当然是越多越好 而就在这时系统任务提示音响起 山寨人数达到200人 开启强制主线任务称霸陵 拒绝将直接被系统抹杀 江大力瞬间傻眼 他瞄的我这小猫三两只 称霸陵灵那不是找死 但他转眼就想到办法 如果将所有山寨首领召集过来开个回 也许就能完美的完成任务 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安全将勤俭送到 毕竟事到太乱 没点实力可能刚出债门就被人打了 而他的NPC小弟肯定不能动用 毕竟这是他的心腹死一个少一个 江大力顿时把心死打到了玩家身上 随即就见他向山寨所有的玩家发布任务 到附近山寨送勤俭可以得到大量点数 如此诱人的奖励瞬间让玩家血脉奋章 就连刚加入的玩家也冒着身死的风险去送勤俭 不过其他债主过来起码需要数天 趁着这个机会江大力准备去提升下杀手等级 毕竟青一楼的情报他可是垂涎已久 要是他能晋级到王牌杀手 也许有机会能将青一楼收复 可当他赶到据点时 却发现有三名玩家在此地蹲守 而最中间的浪迹红尘江大力正好认识 上一世他可是晋级为青一楼的金牌杀手 多次成功刺杀百强大王 但是江大力却并未领会 反而翻身下马向据点走去 可就在此时周围突然传来撩人的情音 顿时无数的美人在江大力的身边环绕 白天乞讨 晚上却要找九个花魁谈心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没本事的臭气感 却不知他是江湖最顶尖的杀手 从没有人能在他的天残私下活命 但他却厌倦了江湖打打杀杀 发誓要隐退过上平淡的生活 但黑袍男的到来再次引起了他的杀心 原来就在刚刚江大力赶到青一楼据点 周围却突然响起情声 随后他的身边就出现无数的幻想 这是江湖上最诡异的音波攻击天魔鹰 青一楼的专属防御阵法所处 凡是听见的人都会勾起潜藏在心底的欲望 然后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但江大力却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一个字 瞬间周围的幻想全部破灭 却不知他的举动将身后的三名玩家惊呆了 这肯定是江湖隐藏的NPC大佬 要知道他们曾经数次想要入据点 他可都死在了天魔鹰下 三人当即就准备上前拍马屁 但江大力却并未理会转身就走 出示青一楼的专属令牌后 江大力终于见到了据点的负责人 并且表示自己想要最快的速度晋级 请大人下派任务 负责人眼底瞬间闪过一丝不悦 因为江大力现在只是铁牌杀手 晋级铜牌还需完成六次铁牌任务 而想要快速晋级除非越级领取铜牌任务 江大力本是他招收进入青一楼 什么实力他可是一清二楚 为了不让江大力白白丢掉姓名 直接表示最近没有铜牌任务 仅有一个银牌任务 追杀青一楼叛徒三影剑刘野归 完成后可以晋级银牌杀手 其中还特别标注此人虽然只有魅力警 但是杀人手法层出不穷 极度危险 负责人本意是想要江大力知难而退 老老实实接取黑铁任务 却没想到江大力毫不犹豫地 将白银任务接下 根据青一楼提供的线索 他很快来到一座山神庙 在这里落脚的不是乞丐就是刘明 见到江大力他们并没有反应 明显已经习以为常 但其中一名乞丐却突然停下手上的火警 感受到他灵力的目光 江大力有种强烈的直觉 这就是目标刘野归 毫不犹豫地扔出飞刀试探 却没想到刘野归早有防备 仅仅伸出手中未完成的雕塑 就成功地将所有飞刀拦下 随后更是将手中的雕像捏碎 瞬间无数飞针从雕像中射出 在场的刘明和乞丐无疑幸运 而江大力也因为距离稍远 加上铁布山的防御才没有受伤 原来刘野归知道青一楼的行事风格 既然他暴露了乞丐中肯定有暗险 所以他才毫不留情 不过见到江大力竟然毫发无伤 他的眼底却闪过一丝忌惮感 缓缓拔出藏进背包的三影剑 我已退出青一楼隐退江湖 你们为何还要赶尽杀绝 江大力没有回答准备直接出 却突然收到系统提示 原来刘野归的三影剑可不简单 出剑时会反射光线造成三道剑光的错觉 很多人都因为分别不出哪道是真的 栽倒在此剑之下 而刘野归见到江大力迟迟不出手 眼中闪过一丝交集 想要杀我你倒是过来啊 江大力却伸出十指眼中闪过一丝朝梦 下一秒他的指尖就裂开一道伤口 原来早在江大力踏进山神庙时 刘野归就悄无声息地布下天蚕丝大阵 天蚕丝可是锋利无比 别说江大力现在仅仅内气劲出七 就算外气劲的高手遇上不慎也得隐恨 银牌杀手果然可怕 江大力并不准备与他在庙内火拼 随即就见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袋子 并且快速扔进山神庙 刘野归当即把剑横在胸前进行防御 却发现布袋的目标根本不是他 而是一旁的防粮或者地板 可下一秒他的眼底就闪过一丝惊恐 因为袋子破碎后流出的东西竟然是有 趁他没反应过来之前 江大力快速扔出手中的火把 山神庙顿时成了一片火海 刘野归迫不得已只能冲出去与江大力死战 并且使出成名的三影剑 见到江大力竟然不闪不闭 刘野归心中涌现出巨大的惊喜 看来这小子也认不清哪倒是我的真身 可下一秒他眼中就闪过一丝惊恐 怎么可能 他的三影剑在碰触江大力身体时 竟然被反阵之力硬生生折断 却不知江大力完成土虎任务后 已经将金生公升到了第二镜出窥门镜 加上第五镜登峰造极的铁布扇 别说内气劲 就算外气劲的攻击也能硬扛 刘野归很快就被揍得怀疑人生 他知道自己绝非眼前之人的对手 起身后就疯狂的向树林逃窜 而江大力也明白一旦对方逃入树林 想要再找到他将困难百倍 当即不再犹豫 直接使出压箱底的绝技大金刚掌 这可是地级绝技 刘野归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直接身受重伤 但没想到他转眼又再次站起身来 并且扔出手中的雕像一脸疯狂 既然你不给我活路 那就陪我一起死吧 下一秒雕像就凌空炸开 从中射出无数飞针 而且飞针还带着一丝恶丑 明显上面沾满了剧毒 江大力不敢有丝毫大意 急忙拔出身后三米长的大砍刀 并且快速挥动将飞针反弹回去 重伤之下的刘野归根本没有躲避的能力 再加上只中了两根只需休养几天就能恢复 而一天后 青一楼据点负责人看着手中的三影剑意味深长 没想到你竟然有如此实力 江大力可不准备暴露自己的真实战力 当即表示用了点手段才将刘野归拿下 却未料负责人闻言却对他越发欣赏 因为对于杀手来说 脑子远远比实力重要 而江大力提交任务后直接晋级为银牌杀手 在青一楼的权限也相应提升 也知道更多的心灵 原来各大门派都发现了天降一眼 也就是玩家能够复活的秘密 都在尝试吸收想要将它们培养成炮灰 而其中动作最大的要素刚刚兴起的黑风寨 已经引起了很多大门派的注意 江大力没想到吃瓜居然吃到自己头上 当然也有可能是青一楼知道他的身份 想要借机提醒他收敛一点 就在此时江大力突然收到山寨的飞鹰传书 附近的驼水山寨和重逢山寨 都将去送信的玩家给暴揍了一顿 明显是没把黑风寨放在眼中 江大力一怒之下发布势力任务 所有玩家击杀妥水山寨山贼都能得到丰厚奖励 黑风寨的玩家们顿时激动起来 他瞄的竟然是势力战 黑风寨果然牛掰 要知道现在加入华山派的玩家都在劈柴 加入少林的还在挑水 别说势力战就连山门都出不了 而江大力出去的这几天 算上任务和玩家的贡献 他的潜能点再次来到二千多 他毫不犹豫地将铁布山提升到第六境 金深宫也被提升到第三境 他现在的防御力有多强他自己都不知道 可能站着让内气净强者攻击 都破不了防御 人重生成新手村最大的Buff 身边虽有无数美女相伴 却日日恐惧 因为一旦游戏官服他就会永远消失 除非他能完成主线任务一统天下 得到最终的奖励永恒圣物 内侍不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复活 还能保留游戏世界中的所有能力 可他现在只是个不入流势力的大当家 手下虽然聚集了二百多名小弟 但其中大部分是刚进入游戏的玩家 战力堪忧 所以他准备发动势力战先 吞并周围的山寨 慢慢壮大实力 而妥水山寨因为距离最近实力最弱 成为了他的首个打击目标 为了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 江大力决定带着八十名玩家连夜突袭 却没想到妥水山寨竟然早有防备 原来因为黑风寨经常上游戏论坛的热搜 引起了最大的玩家势力霸绝堂的关注 更是悄悄派出精英潜伏在黑风寨 所以江大力刚刚带人走出寨门 霸绝堂在这块地界的负责人青牛就收到消息 而为了削弱几大山寨的势力 方便霸绝堂能够最快的速度掌控这块地界 青牛将消息透露给了妥水山寨大当家 同时还主动联络重封山寨一起覆灭黑风寨 但却引起了妥水山寨大当家霸天的疑心 你们如此帮我到底有何目的 青牛却早就想好了说辞 回禀大当家 我与黑风寨的江大力有私仇 但我们兄妹手下不过区区数十人 想要负面黑风寨根本不可能 所以才联络贵债借机报酬 一旦成功 我们还可以奉上千两白银当作报酬 大当家虽然仍有疑虑 但是看在钱的份上没有继续追问 所以江大力连夜赶到妥水山寨时 面对的是整整三百余人的三方联军 而且他们还拥有三位内气境的高手 妥水山寨二当家古飞内气境初期 虫水山寨二当家英无邪内气境中期 霸天更是拥有内气境巅峰的实力 再加上霸绝堂的两名精英玩家也是聚气后期 所以三方联军都认为黑风寨死定 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会输 但是交战的结果却让所有人吃惊 英无邪刚准备与霸绝堂的高手一起围攻江大力 古飞却突然杀出来 你们都让开 让爷爷我亲手斩了这小子 但没想到江大力却并未正面应战 反而凭着暗器手法不停猎杀普通的山贼 三方联军在不知不觉中竟然死伤数十人 但在古飞看来却是怕了自己 小子敢不敢正面一战 江大力却只是轻蔑一笑 并且射出仅有的一枚飞刀 飞刀的速度快若流星 古飞闪避不及只能依靠武器栏下 但是趁着这个机会江大力再次溜走 并且闯进三方联军中疯狂屠杀小弟 古风虽然气得哇哇叫 但是却拿江大力没有一点半 只能一直跟在屁股后面被耍得团团转 就在他以为江大力依然会逃跑时 江大力却突然停下身起 并且趁他就利用尽心力卫生之时 快速闪现到身后 看着越来越近的大砍刀 就算古飞再啥也知道自己重景 然而现在人处在半空中想要躲避根本不可能 只能凭借本身的力量应接攻击 但江大力的权力一击岂是那么好接 古飞的武器被摧枯拉朽的瞬间斩断 他本人的上半个身体也被劈成两半 现场的空气顿势一致 古当家竟然战死了 三方联军的士气开始迅速降低 大天顿势暗道不好 西芒招呼剩下的三人 趁着江大力内力消耗巨大时将他斩杀 却没想到三人不管如何攻击 都被江大力轻松拦下 但就在此时三名黑风寨的玩家从后面杀出 大当家我们来帮你 青牛的眼底隐晦的闪过一丝喜色 因为这是他安插在黑风寨的卧底 有着三人在关键时刻出手 江大力必然难逃一死 可下一秒 在场的所有人 心底都不由升起一股寒意 三名卧底竟然没对江大力造成丝毫的伤害 这他瞄的是什么鬼东西 但就在几人震惊时 江大力的身体突然爆发出恐怖的气了 瞬间将几人震飞 随后反身一刀就将三名叛徒斩杀 可这还远没有结束 他又转身朝着剩下的鹰无邪三人杀去 但三人缓过来后早有防备 鹰无邪更是戴上压箱底的纸套 将长刀死死控住 趁着这个机会 青牛和醉花鹰一左翼又向江大力斩去 却没想到凭借他们的实力 斩在江大力的身上 别说受伤就连皮都刺不破 见识不凡的鹰无邪瞳孔猛然一锁 你竟然将横练外公练到了巅峰境界 说完他就快速向着远处逃去 因为他知道巅峰境界的外公高手 没有外气境的修为根本破不了防御 但是江大力的验行功已经练到了第三界 速度堪比外气境高手 想在他的手下逃命根本不可能 转眼三人中最强的鹰无邪就被打成了重伤 而醉花鹰油不死心还想着偷袭 江大力可不是怜香惜玉的主 直接将他摁进岩石中动弹不得 转眼就只剩下青牛站在原地瑟瑟发抖 但他却在此时掏出一瓶药眼 扶下后仅仅两秒半就满血灰粉 并且使出大陆货色的伏虎拳 小爷不信你还有内气可以使用 却没想到江大力仅仅轻轻侧身就躲过了攻击 然后随意一拳就将他砸飞 内气本寨主可还没有开始动用 而青牛受这一拳后再次陷入昏迷 现场已经无人是江大力的对手 他当即准备带人攻进寨门 但就在此时刚刚昏迷的英无邪却突然起身偷袭 并且一抓掏向江大力的心脏 小子就算你外公再强也挡不住我的是魂爪 但下一秒他就被再次弹开 手指更是传来石心之痛 英无邪一脸的不敢置信 你他瞄的一个外公高手还穿金思甲 到底有多怕死 可惜江大力并未回答 直接一刀把他斩成了两段 你难道不知道活着才能有输出吗 就在此时江大力却看见青牛趁机逃跑 看着越来越近的江大力青牛直接崩溃 这新手村的boss怎么可能这么强 你压的不会是开挂了吧 知道自己今天横竖都是一死 青牛的脸色渐渐变得凶狠起来 江大力 我可是一人能无限复活 你要动我一根汗毛迟早灭了你黑松寨 但是他的威胁换来的却只是一个大力 江大力的嘴角满是嘲笑 还想复活逃跑 想的真美 随后就上来几名小弟将他抬走 准备回山寨后再慢慢炮制这小子 而就在这时霸天终于带着剩余的山贼赶到战场 兄弟们一起上 杀死江大力者可为山寨二当家 但是两分半过去却没有一人往前冲 因为谁都不想成为炮灰 直到霸天气的连杀数名小弟 山贼们才一步一停地慢慢往前冲 可就在这时江大力却冲破敌阵 直接朝着霸天冲去 霸天又惊又怒急忙凌空月气躲过攻击 随即带着一股绝强的刀气斩下 江大力一脸的跃跃欲势 就让我看看脱水山寨大当家到底有多强 他却没注意到霸天眼底的得意 两人的武器刚刚相撞 其实运起今生功不死也得重伤 对方的武器绝对不简单 很可能是一柄名气宝刀 见自己的计谋得逞霸天顿时嚣张起来 小子你的刀已经废了 要是投降可以给你留个体面的丝法 江大力却突然将手中残余的刀柄扔掉 口中更是尼南道 你难道不知道我最弱的实际上是刀法吗 霸天顿时察觉到不对劲急忙进攻 可江大力突然双手合适 下一秒他身后就升起一尊巨大的金刚须翼 霸天的眼中闪过一丝绝望 你怎么会少林的大金刚掌 难道你是少林弟子 但是对他的问话江大力却并未理会 直接一掌印在他的胸口 随手抓住霸天的勃梗霸气的流失 所有人给老子助手 愿意跟老子混的扔下兵器 不愿意的留下活命前自行离去 脱水山寨的山贼仅仅思考了两秒半 就通通扔下手中的兵器表示归顺 毕竟到哪里当山贼不是当 况且新老大的实力真的好强 人转世成游戏中的NPC 却拥有玩家的所有能力 固执可以向玩家发布任务 还能完成系统任务不停成长 就在刚刚江大力覆灭了 脱水山寨后 收到了系统任务提示 触发主线任务成为一方陆林霸主 要求掌控会城范围内的所有山寨 奖励修为点1000前能点2000 随即两门武学境界提升一层 江大力没想到系统机竟然如此大 要知道整座汇郡只有四座大的山寨 其中脱水山寨已经被灭 重风山寨被重创 只剩下疾风山寨已经不足为虑 但是他并没有急着出兵 因为攻击妥水山寨的战斗主 玩家炮灰团嘎了九层 需要给时间让他们重新集结 趁着这个机会 江大力准备盘点下战利品 没想到给了他巨大的惊喜 普通山贼和钱财不说 最重要的竟然有铁矿和终极铁匠 意味着黑风寨以后能自己制造装备 不只能提高山贼NPC的战力 还能诱导玩家用修为点和潜能点换取装备 又能收割一大波韭菜 不过江大力最看重的还是霸天爆出的东西 其中密集是一本人接刀法残偏鬼刀 江大力看不上 准备放进武库收割玩家 但这把鬼头刀可不得了 竟然是一把三品名气 可以增加30到37的杀伤力 不过江大力走的是威猛霸道的路子 这把刀的重量实在太轻 所以必须想个办法将它改造一下 随后他招来了山寨中唯一的铁匠张飞 而张飞在昨夜可是见识过江大力的残暴 以为要打他的腰子下的瑟瑟发抖 直到看见桌上的两把兵器才缓过神 原来是要他打造武器 说到自己的专业张飞立马神气起来 大当家想要打造什么兵器 尽管说 很简单 将那柄鬼头刀改造成九环刀的模样 并且重量再加30斤 这却把张飞给吓坏了 我不过是个初级铁匠 别说改造名气就连融化都做不到 江大力嘴角突然扶起诡异的笑 既然不能做就算了毕竟不能强人所难 话虽然好听 张飞却从语气中感觉到莫名的寒意 顿时吓得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能做我能做 大当家我能做 只需三天 不 两天就能打造出来 江大力的眼底闪过一道金光 小羊跟我斗 你的底细我可是一亲二楚 但就在此时 他的心腹小娘好匆匆来报 报告大当家 疾风山寨债主封四海前来拜扇 原来就在三天前 霸绝堂也曾派人前往说服疾风山寨 共同出兵覆灭黑风寨 但是寨主封四海却是个聪明人 知道江大力不好对了 准备做山官虎斗 却没想到一日前 暗线传来消息 驼水山寨直接覆灭 重逢山寨遭受重创 他当即令人拿下霸绝堂的使者 带着他前往黑风寨赴京请罪 虽然其他兄弟都建议联合重逢山寨 共同抵御黑风寨 但是却被风四海狠狠地训了一度 因为他甚至连霸天都败了 他就更不可能是对手 有可能迟疑一分钟 疾风山寨就会走上 驼水山寨的岛路 看着风四海送来的大力 江大力却为难了 他的主线任务可是 统领整个汇峻路 这弄得他都不好意思出手 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让疾风山寨 成为黑风寨的分寨 仍然交给风四海统领 不过每月需要上交四层的收益 而且随时听从黑风寨的吊牌 风四海文言气得全身发抖 这跟直接覆灭了 疾风山寨有什么区别 身旁的小弟也炸 寨主不能答应 大不了咱们一起杀出去 在联合重风山寨灭了这黑风寨 听到这句话 风四海的怒火却瞬间熄灭 因为根据他的推算 就算联合重风山寨胜算也不到一层 但兄弟们却强烈反对加入黑风寨 所以他必须给一个交代 随后就见他站起身来 听说江大当家实力非凡 今日风某不才想要讨教几招 江大力顿时明白他的意思 想要他臣服可以 拉出实力来 何以江大力不准备留守 直接使出了压箱底的绝技大金刚掌 而风四海打死也想不到江大力会绝技 还以为他已经达到了外气景 所以才能内力外访 早知道这还打得垂垂 刚准备开口投降发现已经来不及 直接被狂暴的金刚之力 震出异式大殿顺带滚出数十丈 就在此时江大力收到系统提示 风四海甘愿臣服 声望值增加200 同时黑风寨本部与沱水分寨的山贼大受不 凝聚力上升不易背叛 而风四海被小弟搀扶回来后 就立马半跪在江大力身前 大当家神功待势 以后我集风山寨为你马首是战 江大力急忙将他扶起 以后大家都是兄弟无需客套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主线任务 而重风山寨债主五红云可不是个擅长 所以江大力不止让风四海带领本部山贼 还向玩家们发布了示例任务 毕竟系统的羊毛不好白不好 反正最后都会流进他的口袋 不过江大力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所以交代风四海 要是五红云实相就将他带回来 却没想到风四海以为他有坏坏的想法 当即挑了挑没保证的 大当家放心 我定会将他毫发无损的带回来 而在风四海带人走后 心腹NPC小弟却悄悄冒出来 老大 怎么刚才不直接将他干掉 江大力一脸的坏笑 我黑风寨看似强大 实际上却抵运不足 所以需要吸收更多的血液 随后他又朝着小弟花大米 不过我最相信的还是你们这批老弟兄 你们一定要尽快的提升实力 要知道脱水山寨的分寨主还空缺 小弟顿时仿佛打了鸡血一般 老大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而另一边重风山寨本就受过重创 又怎么抵挡得住疾风山寨和玩家大军 很快就被攻破战门 但五红云的武力值却远在风四海之上 疾风山寨死了不少兄弟才联手拿下他 所以小弟们将他俘虏后手段异常粗暴 却将风四海给吓坏了 毕竟这可是大当家点名要的 要是万一成了山寨的女主 岂不是以后得给自己小鞋穿 而江大力也在此时收到系统提示 收服三大山寨声望值达到恶名远扬层次 出门后随时会被证到人士追杀 但诡异的是并未提示主线任务完成 江大力重新看任务介绍才发现 还需要提升到九流势力 而势力升级要求必须有一名外气径 两名内气径和聚气径40人 江大力顿时傻了眼 别说其他的 就一个外气径就将他卡得死死的 不过听说五红云已经是内气大圆满 也许有机会突破外气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被风四海打死 而就在此时心腹小弟来报 大当家 风寨主已经攻破重风山寨 五红云也被关进黑牢 不过他放出话 想要他臣服就必须击败他 当然对债主来说肯定是举手之劳 江大力顿时来了兴趣 走 我们一起去盘他